HELLO 歡迎來到WEN吉他志 我是WEN 那今天要教你的呢 是理想混蛋的新歌 志留峰這首歌 那大概快個禮拜前就上架的新歌 非常的好聽 而且這首歌幾乎都是用吉他來做編曲的 所以一定要練起來喔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了 那首先這首歌的話呢 Cable 請夾在第二格 然後我們彈的是E調 然後我們先從前奏開始喔 前奏是兩和弦 第一個是E 第二個是Asus II 那我先示範一次喔 那譜在下面看可不可以跟得上 好 那前奏就要一步一步的講解囉 那首先先按一個E和弦 然後它的結就是這個樣子這樣 好 最後一個E和弦 往上滑 滑到我們的第七格的位置 好 那我再放慢一點再聽聽看喔 然後接下一格的弦是我們的A89 然後接下一個的弦是我們的A89 然後一個垂音的聲音這樣 這邊這樣 好 垂音 然後這就是前奏的部分 其實不會太難 慢慢練就可以練得起來 那接下來我們進到主歌囉 那主歌的話它的和弦跟前奏其實是類似的 一開始也是E 然後再來是Asus II 然後這就是它的節奏怎麼彈 然後它第一種節奏是這個樣子 然後它第一種節奏是這個樣子 像這樣 T-T抓T-E-T 這個可以練一下 那它的另外一種節奏的變化 我來聽一下 它是長這個樣子 T-T-E-R T-T-T抓T T-T-E-R T-T抓T 它主要就是這兩種的節奏型態在做變化 那你可以搭配使用 那彈起來就會很像 那我就和弦亂過去給大家聽一下 D-E-R T D-E-R T-T 好那接下來的和弦不一樣 接下來的和弦的話 第一個是C-F-Mias-A的11這個樣子 D-E-R 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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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是C-G-Mias-7這樣 然後這樣 然後這樣 那他會做一個就是旋律運的東西這樣 然後這樣 回到我們的深Fmine A的C這樣 接到B7 然後接到E 然後接到E這邊他有加一段就是Riff的東西 那這邊比較難一點我先示範一次 那看一下對照一下 B7 好然後看起來很難齁 我就一步一步講解 首先他第一個是E和弦 那彈的跟前奏的東西有點這樣子 那這邊滑音 往上滑 滑到這邊變這個Asus2 那這邊是勾音 然後食指這樣勾 然後中指 然後這邊滑下滑 然後回到E和弦 然後這邊滑上滑到第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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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做一個垂高音 然後這邊這個音在往上滑到第十格 我再放慢一點來聽一下 然後接回E和弦 好 那這個就是主歌第一部分 那主歌第二部分呢 其實跟主歌第一部分差不多 那只是他後面有一個地方又加了一個很特別的 範音的Riff 那我這部分就提出來 特別講一下 它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怎麼做出來啊 這個是利用泛音 那通常我們泛音啦 我們會是用 左手去翻音 就是我們摸在我們想要的位置 然後右手去撥 可是這個它是 結合在右手 就是我們右手去 按住那個可以翻音的位置 然後也是用我們的右手去撥 我說欸這樣怎麼可以達到 欸其實可以 所以你的食指啊 你的食指齁 去摸你的位置 就是說十二格對不對 那你說要用哪隻手指手去撥呢 你可以用你的無名指 這邊 無名指去撥它 這樣子 然後就會發出一個聲音聽一下 好 所以接下來這個十二格也是一樣這樣 然後在這邊的話 我們會做一個軟空反應 就是它這邊是壓第二格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食指要摸在第十四格的位置 因為現在我們的無名指去撥它 就會發出一個聲音這樣 然後這邊的話 因為我們的無名指放掉 變成壓在第一格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要摸在第十三格的位置 那也是一樣 然後無名指去撥它 那這比較特別的是 它除了撥這個音以外 我們還要撥我們的根音 第六弦 所以這邊的話 你的食指頭 是摸在這個 第十三格的位置 然後你的拇指 跟你的無名指刀一起撥 就會像這個樣子 聽一下 這個聲音 這比較困難要練久一點這樣 所以 全部合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OK齁 大概這個樣子 所以比較困難一點再多練一下 這個是主歌第二段部分的歌 比較特別的breath 可以多加練習 然後接下來接到副歌 那副歌的節奏 跟主歌其實是差不多了 那我就把和弦 列出來大家再練習一下 第一句話是E和弦 D 接下來的話是C-G-Mai7 D 那再來的話是C-C-Mai7 D 那是C-G-Mai7 D 然後再來是A-SUS-II D 這邊是C-G-Mai7 接C-Mai7 這樣 這樣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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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升Gm7 再來升Cm7 升Gm7 再來是A-S2 這邊是A-S2接B7 就是它的一個小節裡面換兩色弦 接有我們的肩奏 那肩奏的話蠻特 蠻好聽的 大家聽一下 好那這怎麼彈啊 這其實是一個三指法的東西 那第五要先給我按一個EA-9 它的結束是這樣子 然後後面的時候這樣 這邊 做一個勾音 換下一個和弦 A-S2 再換回來EA-9 A-S2 然後A-S2 最後 這段有點難啊 這是大家再練一下 然後這個完以後就進入我們的刷扣了 就是它主歌是刷扣 然後庫歌也是刷扣 那刷扣的節奏呢 才會是這個樣子 先聽一下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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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2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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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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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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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講講弓 其實就是流行歌常用的刷法 那後面的話其實就刷過去就好 就是這樣子 打打打 打打 Fore 4 打打打 啊 好像這邊這個 微微 這個和弦很不一樣 第一個是C main就是這樣 接到B7 再進我們的副歌 所以這個就是刷刻的部分 其實還蠻簡單的就是刷刻劇就好 它的節奏大概就是那個樣子 所以這首歌比較困難的 還是在前面的一些指法的部分 而且把位跟動也蠻多的 那它的彈的節奏 你也要稍微去熟悉一下 其他的節奏是來自一些三指法的節奏 那如果對三指法不熟悉的話 你可以看我之前教過影片 你可以先去練一下三指法再練這首歌 對我來說會比較好上手這樣子 那也是一樣這支影片有吉他譜 那你給我兩份 一份就是他們理想問答官方提供的吉他譜 在他們的粉絲團有一點去觀看 那另外一部分就有寫的就是和弦譜 你可以讓你在練習的時候 比較方便看譜 不用一直翻譯的這個樣子 那這次的文吉他譜就到這邊啦 希望你會喜歡自由風這首歌 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歡啦 現在觀看數好像才十幾萬而已 我覺得這首歌有破五百萬的潛力 所以好好練起來 然後好好的彈上這首歌 那文吉他譜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在這首歌 在這首歌